金山湾区乔教中心举办旧金山湾区乔务工作座谈会 驻旧金山办事处处长马忠林 代表乔委会委员长陈世奎 感谢大家在今年的双十国庆积极筹备活动 也对国内的受灾同胞慷慨捐输 会中多位乔务委员也分享了 今年返国参与乔务会议的心得 旧金山湾区乔务工作座谈会 由驻旧金山办事处处长马忠林亲自主持 参与者包括副处长钟文正 金山湾区乔教中心主任吴玉华 乔务委员林贵湘 审慧林申颖 蔡秀美 乔务咨询委员崔敬前 以及乔团代表乔包共一百多人 首先马处长对于乔务委员会议 后续说明会进行简单报告 先进前对大家所提的一些很好的意见 还有一些一些一些建议 我们的所有的委员都有一一的做会的 而且在台北的会议当中 都有一一的就像小伙委员会 马处长接着颁发 庆祝中华民国一百零四年双十国庆 活动感谢状给美国加州排舞协会 北加州台湾工商会 北加州中华起因联合会等社团 表扬他们把国庆各项庆祝活动 办得有声有色 接下来马处长在带转海外桥界政绩 八仙乐园承报事件感谢函 以及奖状给市台联合基金会 继古国际捷人会等 马处长也对桥团及个人善行一举表达感谢 最后林申尹林贵湘 省会蔡秀美则分别向大家报告 他们返台参加桥委员会时 前往外交部教育部以及交通部等单位提出了哪些建言 我们要感谢城市委委员长 他精心的策报 使我们海外回来的桥委员 以这个会议赛行天当中当都做得非常顺利 我们要把我们美丽的中华美国台湾 介绍给世界 更是要把我们台湾的第一流的医疗的设备 和它的技术也要分享给世界 最后进行中华民国海外国民 行使总统副总统选举权说明会 由欧德副组长为大家报告 有关第14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海外侨胞登记 申请相关事宜以及注意事项 也可在中央选举委员会或桥委会网站查询 桥物工作座谈会中 出席桥物委员会议的代表 积极参与会议 反映桥情 并在返回桥局地后一一分享 非常难能可贵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圣河西采访不到